他所犯了犯有病狂 我想他的經驗對於這個團隊應該是方便 對於在座有興趣想聊的應該是否有這樣 好 那就請問多次開始 李老師 然後各位在場的老師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開這個會 主要就是我們申請的一個研究計畫 他的標題只有後面那個斷代不一樣 1949到我們是說契金 但是因為我們寫一個題目就是想 契金就是到底是到2015、16都不知道 所以暫時 因為我們現在2016 我就用這個2016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我們這個計畫大致要怎麼做好 那個李老師 韓老師還有謝老師 都把那個研究背景講得很清楚 那我講一下我們這個計畫 一個比較簡單的背景 一樣我們還是想了解到底什麼是道教 都是透過反思 因為就像佛教不是像原來想像的這樣子 道教也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口述史的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希望透過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然後我們很系統性的來蒐集 有關當代道教的第一手訪談資料 然後藉由研究團隊比較大範圍的資料 要整合跟比較 來書寫1949年以來的當代中國道教口述歷史 然後我自己個人是想要考慮一個基本的問題 好像早上唐老師也提到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常常想說這個應該怎麼樣 有點從教內的形態來看 我們自己想要透過一些資料來看 但它實際上到底是怎麼樣 好 那1949年以來道教歷史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 可以說幾乎沒有 不是說還沒有 我是寫的比較 就是說還沒有形成足夠的文獻資料跟研究成果 所以導致我們對於這個時期的情況所知有限 所以我們認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因為我們長期透過田野調查 蒐集到很多資料 然後跟道士們做訪談 我覺得我們就直接去做考察 然後對很多不同的地區 跟各種多樣性的傳統對象來做訪談 我們拿第一手資料來回答問題 好 那我們這個計畫 主要是組織很多有豐富調查經的學者 然後包含研究生 有些研究生 他們也做了好幾年的田野調查 然後也是在地研究的原則 因為在地研究 我們可以掌握當地的語言 這個非常重要 常常說是說國語不通話 但是你到了不同省份 根本很難聽得懂 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只有當地人他比較能夠聽得懂 文化也一樣 人脈就更不用說了 這個背後還有一點 就是說因為計畫要經費 本地人就不用花太多的交通 住宿的經費 這也是考量之一 我們目前進行中的田野點 就是我列出來的這一些 出體制是我已經去過的地方 我們主要台灣跟港外也是華人地區 我們也來做參照 主要是以中國大陸為主 包含福建、廣東、浙江、江西、湖北、湖南、雲南、北京、河北、江蘇、上海、貴州、山東、陝西、干蘇、十八個地區 大概差不多都有來 然後後面那幾個就是曾經承諾過我們可能會做 但是現在還沒有動靜 然後也有可能做的就是廣西、河南、山西、遼寧、青海 我不曉得這樣是不是幾乎是 可能中國大陸只有幾個神沒做到了吧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要去問誰呢 我們研究的對象是哪些人 第一個是宗教的專業人員 那在道教部分就是公關的住持、長老 那當然也包含一些所謂中國有道協 那他們的道協基本上還是是道長 所以也是為某個公關的住持我們就不重複 那地方有道堂的道士 那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問你們家園地方儀式專家 因為到底他要不要歸類在道教 我們還不敢說我們就先把它加進來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說信仰者 我們主要會問一些居士或一些重要的顧持者 還有一些社會的精英分子 他們會從另外一個角度給我們很多的幫助 那這剛好要回答一下譚老師 譚老師每次都記錯了佛教的人數 佛教要做120個不是100個 道教是80個 因為這個是計畫的要求 他們希望佛教多一點 但是道教我們已經會超過100個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為什麼要優先選擇1950年以前 因為我們做1949以後 這樣子就可以多問到一些八九十歲 至少能夠圍贏一些他1949年之後 初期的的情況 這些報導人 那後面這個東西就是說 真的是要遇到這種人已經很困難了 那我們以前常常跟著那個老闆老師在做 他說能知道 因為在他們的習慣是用解放錢 我們這邊用1949錢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現在不是 現在能知道1949年初期的也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們也還是有點搶救的心態 好那接下來我就比較簡單跟大家講 問題與方法 那個因為惠倫有跟我講說規定是25分鐘 好那我們會很快的講 反正我們還可以跟你們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比較簡單的講 我們這一次的計畫的算是一種委託型的計畫 所以我們提問不一定是我們自己本身 宗教學者感興趣的問題 所以很多是來自於社會學士的一個半解割性版 提鋼文才會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提鋼 因為很多人說這個提鋼做不了 然後好像盡量說這個整個都要丟掉 類似這個 但其實是做得了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都做過了 好 那大家當然能夠在這個提鋼 跟這些問題的架構裡面 它有一個主要的問題架構 大家可以自己調整 用核式 像我們在溫州就做過的這個情況 還是可以問得想一些問題 然後這些問題架構我覺得主要回答兩個部分 一個是應訪人或者講受訪人 他個人的生命史 那這個我們主要針對那些道長 一些很重要的居室 像當時佛教的協會 最早是那個趙普出會長 他就是屬於一個很重要的居室 那道教的話也有道長 也有居室在各種生命史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就是說這個應訪人 對整個時代的歷史回憶 所以說除了個人以外 他自己的生命是怎麼樣的一個歷史 再來就是說 就是說他可能自己的生命不那麼精彩 但他觀察到整個時代的歷史 他知道非常多 那這兩個都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那下面這四個就是我講的問題架構 宗教背景 宗教實踐 職業活動 跟社會活動 如果我們的資料 你多回答這四個大問題 那就沒有問題了 我接下來講的東西 就像盡量講可以丟掉 第一個宗教背景的部分 我們要問說出於什麼原因 你選擇歸一道教或者出家 這個應該不難問 這個應該不難問 然後當時周圍的人 對你出家有什麼看法 那你覺得他現在人的觀念有什麼差別 這個是比較好問的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說 就是說在你的宗教變換 重要生活中 哪些人事物對你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這個東西我們發現 他都是我們剛才講的 比較針對個人的 個人生命史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問道長的時候很好問 但是你在問其他那些居士 就比較我們沒有要了解 太多他個人的一個生命史 所以說 我們大家看一下這個重要背景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這次最關鍵 我們自己感興趣的問題 我們要了解這一段口述歷史 所以他在49年以後 經歷過各式各樣的政治運動 在不同的年代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我們想要了解這個變化的過程 還有他的原因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有些人願意講 那一段比較不適合講的那一段年代 但是總是還是有人願意講 所以這個都沒有問題了 那80年以後的話 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那第四個就是說 你歸若出家的時候 信眾和出家眾 在當地是如何互動的 然後頻率怎麼樣 跟現在比起來有什麼樣的不同 這個其實整個宗教背景 我們很快看過去 這一個比較好問 沒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宗教實踐的部分 這個不管是信徒 或者是宗教專家 他們都可以問這一塊 宗教實踐 他們是想要了解就是說 這些在口述史的印訪人 他們怎麼過他們的宗教生活 所以說他們問了一些說 你現在參加了宗教儀式 或聚會的情況是怎麼樣啊 具體說你 經常參加那個宗教群體或場所 那儀式的內容或性質 然後擔任什麼角色負責任的工作 等等等 這一類的問題 然後職業活動呢 這個對於道長們就沒有意義 他們的職業就是道長嘛 就是道士 所以不用問 那這個主要我們要問居士 他們是從社會學角 他們想要了解 就是說這些人 他們來信 我們這個是道教嘛 他來信仰道教 他跟道教之間有什麼互動 對於他的職業 等於是他的人生嘛 是有沒有產生過 什麼樣重大的影響 所以他就說 你是怎麼選擇的職業 人事務對你的選擇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宗教信仰對你的職業生活又沒有影響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再來就是社會活動 社會活動的話 就包含道長的部分 跟包含居士部分 都會有這樣子的社會活動 我們舉個例子 像第16個 他提到了一些志願性組織或慈善公益 其實你問這個問題 道長們跟一些教團 都很愛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是很好問的問題 他們就是希望跟你介紹 他做了多少的慈善公益 然後他辦了多少的活動 但很多的居士 他也是會跟你分享 他擔任義工 制工 等等的這些 那17是說 你這樣參加這樣 收費活動 這個還是跟居士有關的 3.2.1 非正式 非正式的 他們一直問我說什麼叫 非正式的收費活動 台灣就比較單純 我們有時候有一些神明會 他們就會要吃會 這也是道教很早儲會的概念 然後旅遊 就是淨鄉 台灣就很愛淨鄉 所以在這個地方也沒問題 那文化沙龍跟公開講座這個部分 基本上在一些道館 大陸的道館 他們辦了很多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有參加的人 或者是有去主持過的 他當然就可以回答這樣問題 那在鄉下 譬如說有沒有什麼廟口的集會 或村裡老人有一些活動 這一類的 這一類是比較可以 因為這個在那個村裡 是比較不容易去回答這個 那我們沒有要求說 這19個提問都得回答 就是盡可能回答而已 那第19個是屬於 也是應該不難問 只是說他們要不要回答 那在我們比較簡單的看一下 我們這個操作的方法跟步驟 都是很簡單 比較細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在評論一起講 我們要選擇我們的田野點 跟訪行對象 那基本上今天在議程裡面的 我們都已經選擇好田野點了 那訪談對象 有些已經大致確認了 那有些可能今天 看大家論文桃 我都讀了一遍 應該大部分也都確認了 然後怎麼約訪 大家都田野老手 所以沒有什麼約訪的問題 現在比較有約訪的 就是說你要去跟一個比較大的 道協 或者是道教公關 或道團 你很難切入 我就講一個我在北京的經驗 我們兩個只是順路就過去 到了一個火神廟 就要進去看 然後我們就問了一位當地的 類似一個老太太 就說請問你們的主持在不在 我們就講 他說他們的主持是不見一般人的 所以說我們沒有聯繫就變成這樣子 那我們也不能說 我們剛從黃信陽來沒有回來 這個也很奇怪 對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約訪這個部分 只要我們事前做了一個處理 應該沒有問題 他們都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 好 那這個接下來的部分 問大家就是看一看 應該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最關鍵是 你那個訪談的提綱要很熟 你不一定要用那個 但是你可以自己要做一個 所以你去的時候 你馬上就知道 讓他開放式的 我講得講 他如果開放式的講 沒有講到的 你之後可以補他 補充去問他 因為我們只給大家三次的訪談 第一次是出訪 去跟他了解一下採的點 第二個就正式訪談 我們是希望兩次就做完 就簽同一書 那如果真的還有沒有做到 才做第三次 但盡可能不要第三次 因為那是花費 我們的經費也很有限 好 那所以說這個時候 專業知識會影響到你問的問題 像譬如說 我知道很多是歷史學的背景 那有些我們是研究道教的背景 可能有人類學 社會學的背景 那大家專業知識可能會問到不一樣的問題 那這個都非常好 就是說在你在問的時候 你把你的提綱先設計好 我是很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提綱 這次回去之後 可以交一個自己的提綱給計畫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怎麼樣操作比較好 那訪談技巧應變能力 這個就不用說 好 那我們問的方法也不外 就是這兩大個 跟第三個就是加起來 就叫綜合法 第一個就是開放式制術 我等一下後面有個實例什麼 開放式制術 就是說我們稍微點一下 就讓他自己講 比如說在1950年到1980年這段情況 我們就不講話 他就一直講 然後他講不了我們再講 那主題的問答法就是說 其實我今天一個問題一問一答 我問你可能答我一個 就是比較短的 反正一定會混在一起 綜合法 那我們是希望筆記 大家做一點也都很清楚 筆記要寫得好 然後錄音很重要 因為這個跟我們平常在做 我們自己研究那個道教科 以後其他的不太一樣 這個你沒有錄音 你的竹字稿就是寫不來 不可能寫得出竹字稿 所以錄音很重要 那本來我們當時是要求大家 做一些簡單的錄音 那是因為我們學校的那個 倫理委員會規定不要錄音 所以說當你要錄音的時候 就表示你沒有在做我們的計畫 你們自己轉換一下身分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邊不要有任何的錄音 好 我們研究進度也是比較快的講 我們今天的就是第三點 我們現在在召開這個期中報告 第二次的期中報告 然後中間就是大家做調查 跟交出稿 修改建議等等的過程 這個到時候會再發給大家 然後我們在明年的年底 12月的時候我們就要解案了 然後要召開一個解案報告 為什麼要設計在明年的年底 因為我知道大家有些暑假 才有時間跑 所以表示明年的暑假 還有一次機會跑 所以不用那一季年暑假 跑不完 還有在法國的 他也是只有暑假會回來跑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就是明年的時候 但是就是說我們教論文的期限都比較早 還有一些修改 然後我們要正式出版 等一下成果怎麼出版 我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還有半年的時間 我們的成果要出版兩個成果 一個就是訪談稿的資料匯編 那等一下就牽涉到 我們剛才講的訪談稿是什麼 逐字稿的話就是你大概按時間的順序 我問你答 我問你答 有個時間順序 那訪談稿就希望大家把這個訪談 整理成一個一個一個的專題 就是說我等一下會有個例子 等一下再說 那這個就是論文集 就是大家都是需要分數嘛 對不對 所以說大家寫個論文 然後我們來發表這個論文集 那論文集怎麼寫的話 就按照大家自己的習慣 那這個是最重要 我今天想多花點時間講這個 我先喝一口水 不好意思 講這個的時候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辦公室在我們樓上 對不對 還有你辦公室在我們樓上 好 大家可能覺得我們這次的會議有點龜毛 不能錄影什麼都不行 對不對 然後也不發東西 但這個不是我們自己想要這麼做 因為這個我們有一個倫理的規定 我們都簽了約了 然後最後出問題就是我們兩個 對 那所以還是希望大家能夠見諒 那我跟大家講 現在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對我復健 到底為什麼有需要這幾個東西這麼複雜 我們先看一下復健 這個稍微看得到 就是說不是我亂講 這真的有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倫理審查通過的證明書 就我們的計畫才能夠執行 那現在台灣要求很嚴格 他就是說你如果沒有拿到這個 你做所有的調查用到口述之下 你都不能用 那更嚴格是說我們如果發期刊 你是做鐵研調查 但是你沒有通過倫理證明 有些美國期刊是不收的 他要你去補那個證明欄 但那個東西是補不到的 你做完就補不到了 所以說必須要有這個東西 可以加凱來幫忙一下 這個要關掉 然後要開新的 這個要關掉 對 會沾這個 會不鎖醒 因為我剛才看團老師的樣子 我把我所有的那個PPT都改成白底黑字了 他想說還是要放幾個 就放這幾個還是出問題 好 那這就是竊節書 這就是我們簽過的竊節書 那大家也要簽另外一種東西 還是 是不是 我再看一下 有四個而已 你可能就在這邊 好 這是一個弄牌 不用再調設定 先把你移到左上角 對 然後就能回到他 OK 然後三個 三個 這個叫知情同意書 再把它下拉 不用看什麼內容 就下拉 大家知道有多長 就是學校規定 我們要給他們簽的是這樣子的同意書 誰會簽 沒有人會簽的 這不會有任何人簽的 等一下再看一個我們知情的同意書 這個是很多人簽得很高興的同意書 然後他們也都覺得不一定要匿名 但是我們基於保護受訪者的立場 我們很多在執行中 甚至是成果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能也會幫他匿名 OK 就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簽了 簽結書 成員們要簽保密協議書 這個保密協議書沒有什麼 其實大家如果想讀的話 也可以很快讀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就是保障研究的參與者 被我們訪問的叫研究參與者 那我們叫研究者 保障我們雙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某一些課題有他的敏感性 我們自己也需要受到保護 我們的對象更需要受到保護 所以都在保護彼此 所有有經手過這些資料 像我們中心辦公室的一些助理 工作人 他們也都會簽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都是保護性質 然後說他有沒有一個什麼 違反之後有一個處罰的規例 寫得比較抽象 其實就是道德跟倫理 學術倫理的規範 良心的不安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剛才看的就是這四個文件 所以就說這不是我們自己 這樣亂講 糊弄大家 真的有這些東西 好 那倫理審查過程 他們要求要多細 這個就是他們 我們交過去 他們要求我們修改 我們修改了兩次才通過 紅字的地方就是這次調整修改內容 然後最後我們不是要做個資料庫嗎 當然資料庫我們希望長久使用 那他說沒這回事 沒有長久使用這回事 要給一個期限 那我就說期限 那期限最高的 他說七年 我就說那就七年 所以說曾經有人跟我講過 七年後我們又是一條好漢 就是說這些資料全部都消除了 即使過程中有觸及任何的敏感 或跟他行為有什麼樣的 不是很講究的地方 七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然後倫理審查 這個機密性的同意書 我們就不多講 就是一直在給大家這個觀念 我們必須要來做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比較關鍵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剛才講的要求的逐字稿 像這樣就是逐字稿 這個逐字稿 這個逐字稿 對 我們在做田野調查 做這個口述時 有時候不是自己去 他們當時說 最好是說有一個主訪人 跟一個紀錄人 印訪者 那這樣是最好 你一直在問嘛 旁邊就有人在錄音跟記 那這個就是 這是旅業 這是旅業紀錄的 很詳細的要求就是說 最好背後有那個時間 這樣就會很清楚 然後這就是我說 比較問答式的 一問一答的一個主治稿 那內容我們就先不細看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 我認為的字數式 雖然也不是完全的字數 我們還是有給他點了一下 說你可不可以談一下什麼事情 然後啪啦啪啦 他就開始回憶了 那這裡面是一個很凌亂的回憶 那你必須去整理它 好 那剛才那個東西 要交給計畫 但是不出版 而且計畫也會幫大家把關 就是說有沒有不適合出來 然後我們要出的那個資料是 是訪談稿 我們剛剛那個資料匯編 是訪談稿 就是現在這個 就是大家把剛才那些很凌亂的東西 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就是說 第一個我說 印訪你個人的生命史 譬如說有些很重要 我們訪問中國道協理 管護會長或等等 那他個人生命史就很重要 那我們就把它很著重 那有一些 他可能不是那麼大的道長 或幹嘛 他對龍虎山的恢復歷史很熟 非常熟 他對我們講這個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我們也就把它 也是一個專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這是個人興趣 某個地方的道坦 跟某個地方的大公關 名山他們有個關係 那剛好我這個案 他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那就非常好 因為大家知道 江西的地理還算熟悉 幹東這邊就龍虎山 然後南昌下面一點就有個格造山 那道教三個大山這裡就佔了兩個 所以我們就很關切這邊 大概是這樣 那專題論我就空白 這個是大家自己看怎麼寫就怎麼寫 然後最後做一點簡單的結語 有個方向去建議 月亮的孩子 這個有沒有人猜到是什麼東西 當然老師知道 因為我們在湖南聽到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當代道教的復興 就是我建議的四個方向 後面兩個大家比較清楚 就是我們比較自私的 連結到禮拜四跟禮拜五 就是後天的會議 我們想要了解公關跟地方道財的關係 了解地方道財的互動跟進合 那前兩個 這個就是真的 口述時 月亮的孩子 這個是我們在當地湖南聽到一個故事 他說1980年以前 我們具體誰就不講 有些政治運動 然後他們有很多的生道被迫還俗 這段歷史 那很多人還俗後 他們就結婚生子 然後1980年左右 大陸叫改革開放 他們又再度出家 那這裡就有很多故事 還有很多很辛酸的一些歷程 然後後代 我們也有遇到這一類的後代 然後他們就說 有些導演把他們拍成一個故事 題目的想法叫月亮的孩子 所以就說 我們想要了解 這個東西不是各地都有的 所以是我覺得非常感興趣的一個主題 大家如果有遇到 可以問問看這一類的 就是生道被迫還俗之後 然後又重新出家 他有後代的歷史 那這個就是我們比較一直在講 那個道教的復興 因為講復興呢 不是說很好聽的名稱 道長當然很愛聽 但他確實是真的 我們想要了解 刮個引號的復興 到底是怎麼樣的復興 那我們至少把恢復 恢復就沒問題 80年以後有個恢復的過程 把恢復的過程然後訴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引號 他們對所謂復興是怎麼樣的認知跟期望 因為有些道長會很明的跟我們講是 表面很繁榮 裡面就不講 對 也有這樣的說法 好 那他們是怎麼認知 那復興的實際情況又怎麼樣 就等於說一個是道長他們怎麼觀察 他們在教內 那有些道長很好 他會跟你講一個 從比較外面客觀的角度來講 那有些居室或有些地方社會經 對我們談這個問題 所以說我建議的這兩個就是 比較口述史的 那當然我們好不容易去到一個地方 也花了好多的經費 就不要只問口述史 有任何的文獻資料 什麼資料 我們都能收集 我們就盡量的收集 那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就拍放給大家的提問 李老師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個前面我們 謝謝大家